新聞回來繼續校園巡禮 我是陳其 我是莫峰兒 今天直播室中的嘉賓 來自寶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現在坐在直播室中 有一位同學 他是一位日籍同學 他的名字有四個字 原來是來自日本 他就是深山平鄉同學 還有我們的王主任 歡迎 歡迎我們跟深山平鄉同學聊天 他不知道會不會聽廣東話 剛才他們說 他們有透過國語訓練小朋友 我們跟他聊天 看看他能不能回答我們 深山平鄉小朋友 你可以用普通話 來回答我們的問題 我們問的問題很淺 考考你 你叫什麼名字 我的名字是生香蓬香 哇 普通話說得很好 很標準 對 奇奇你又問第二條 試一下 我想問你最喜歡什麼科 我最喜歡體育課 又得了 他很好動 對 喜歡體育科 我問第三條 深山平鄉小朋友 深山平鄉小朋友 你可不可以教我們用日文說 很開心 很開心 他真的明白 很不容易 很好 有些不同語言的人 在直播室內 我們藉此都可以學習到 對 我想學一下日文怎麼說早晨 你好 你好 這個容易一點 我們要跟心機旁邊的爸爸媽媽一起說 我們一起說 1 2 3 你好 好嗎 深山我們說得對嗎 對 對 好漂亮 廣東話都懂 我們引到他講一個廣東話字 對 深山同學 其實你最喜歡什麼 我最喜歡跳繩 溜冰 還有 跑步 還有 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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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喜歡朗重 不如我們請一下 琪琪 我們很喜歡發掘別人的潛能 當然 不如請她朗重一下 你猜她朗重用什麼文 是日文還是普通話 當然是向難度挑戰 當然是普通話 我也想是 不如 給點掌聲 我們歡迎你 開始 風作者何達 我叫你給我一個名字 你說風 你可我好像聽到 風的呼嘯 捲起了雪 又從頭上砍下來 你是要我像風一樣 用巨手推送著千張白帆 萬條浪 追趕著你 像追趕著光嗎 倘若我 我名叫風 請不要誤認 那輕輕地 轉過平靜的 柳條的 是我 如果我來找你 如果我來找你 我將帶著萬里外的黃沙 向你傾瀉直帥的狂哥 好厲害 校長 你真是想像不到 這位小朋友是日本人 他用普通話來朗重 真是好料不起 不過我想問王主任 其實哪位去訓練他 其實是我們一位來自國內的老師 去訓練他的 因為我們的中文科 到學生上課的時候 會有兩位中文老師 一位可能是本地的中文老師 另一位就是國內來的老師 那每班有多少人 大約來說 我們外籍同學 一級大約有兩班中文的班 一班大概有二十多人左右 其實師生比例都很低 一比十 但其實遇到最大的困難在哪裏 因為好像剛才我們跟 森先生同學聊天的時候 我們都說不要說得太複雜 怕他不明白 其實老師會不會 其實這裏都令到老師 會覺得很困難 怎樣處理跟他們上課的時候 其實最主要是有兩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 學生的能力 中文能力是比較參差的 因為我們學校有些小朋友 可能在香港讀過幼稚園 也可能在香港的中文幼稚園 所以他們可能會學過中文 變成他們就會好些 但有些同學可能是 剛好在他們自己的國家到來香港 或者讀一些英文的幼稚園 變成他們學在中文上來就比較難 老師在課堂裏面 照顧的差異都比較大 所以我們都盡量安排 可能學習能力好些的同學 可以協助學習能力低的同學 另一方面就是 小朋友 那個國語 可能不是那麼多小朋友 學過 另外就是 外籍同學 本地同學的同學 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們家庭的語境 沒有我們本地的小朋友比較強 變成很多時候 家長都未必能幫助他們 沒錯 學一種語言 其實語言環境是最重要的 你走到哪裏 聽到哪裏 那種語言就學得最快 我很有興趣知道 深山其實她幾年級 開始學普通話 深山應該是二年級 因為她是插班生 她是二年級插班進來學校 其實深山現在幾年級 現在她是五年級 其實學了三年 成績也挺好 是啊 學了三年 因為之前她都沒有怎麼學過中文 其實我覺得她很有語言天分 希望我們鼓勵深山繼續學多些普通話 能夠學廣東話就更好 所以今天真的很開心 我們真正看到一間非華語的同學的學校 能夠學到準確的普通話 而且還可以為我們朗重 再一次多謝你 深山 多謝王主任 多謝 過得很快 好 待會再見